台北市田姆有一家拉麵店 不走台湾人痴迷的正宗日式口味 但因为汤头浓郁加上人力有限 拉麵每日限量而被誉为 有好运气才能吃得到的店 我自己喜欢吃水饺 我也喜欢吃面食 我想说让餐历的营业项目简单一点 单纯一点 对我们店里面比较中式跟日式做混合的 对我觉得这样子调配起来会比较轻松 而餐饮业受到疫情影响 角面也因应商品特性推出冷冻包应战 我们店里的面啊 是我有一次去冲森旅行的时候 这是一个居酒屋老板 他所教我他个人喜欢吃的方式 一个鸡脓汤 我们采取玻璃多销 就希望说每个消费者都有能力来负担这碗 浓郁的鸡汤 目前店里有金融康的冷冻包 他里面就是有面有鸡肉 还有我们的水饺也是冷冻的 为什么会主推这个冷冻食品 所以很多不方便来我们店面的人 他可能只能带一两碗熟食的话 他可以一次带五六包回去 他就不要那么常出门 我们冷冻食品目前一行之后 我们成长有五成 从一行发布到6月11号左右 我们暂停谢业这样子 因为家里面也有太太也有小孩 还会为了保护家人 跟去年相比的话 掉了七成左右 一行前我们中午晚上营业 那一行之后 我们目前只有晚上 因为考量到冷潮 跟你食材的金钱 我们有增加了外送 那就是麻烦我们公主生去做外送这样子 三公里以内 两碗我们就帮您送这样子 免运 免运 不跟外送平台去做合作 那因为我们面的成本 汤的成本就很高 那如果说 让他们做抽成的话 对我们收入是会有影响到的 准备金融汤面 跟红麴金融汤面 那这两个面 汤底 就是用全鸡 去12个小时的熬煮 那一锅大概 可以煮到40碗 那里面会有很多大量的鸡角 主要通用是让汤的浓稠度提高 红麴是因为以前我在麻祖当地 我很想念那边的老酒面线 红麴面线 所以我从麻祖引进了红麴 跟我们鸡汤做融合 说到当兵 年轻时候的小羊 和餐饮业也是搭不上边 退伍之后 第一份工作是做救护员的工作 那一做也做了五年 看得到更多胜利事 那其实做久之后 对自己心情上心理上 多少还是会有影响 Standby时间就是24小时 在很高压 就很谨慎的状态下 后期之后因为结婚的关系 那跟太太商量 说是不是你可以转换跑道 那所以才会有想自己出来 创业开店的想法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来回 冲绳有一年多的时间 就为了把这个技术学回来 因为去冲绳旅行 小羊因缘际会 向G9屋老板学艺 引领他走上创业之路 五年来已逐渐在天母商圈 站稳脚步 没想到逃不过疫情的巨大冲击 只能靠冷冻商品挽救业绩 其实很感谢这些老客人 大力的支持 在疫情期间还是有想到 我们有信心 信念上当然是要保持正向 疫情一定会有好的一天 龚徒生他们也是 很努力地想要上班 要维持正常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